师父在白话佛法里面给我们讲述 大乘佛法 讲慈悲和智慧 讲究竟圆满 讲无上正等正觉 讲法无定法 方便就是究竟 以究竟圆满心去证得无上菩提 可是我们 苏婆世界的普洛大众 我们往往行为和思维 都是不究竟的 如果达不到这种究竟的圆满心的话 是否我们就脱离不了六道 成不了菩萨 还是说但我们可以 但我们以后功德圆满 智慧 有更高高的智慧之后 脱离六道轮回之后 再修究竟圆满之心呢 师父 一起修必须马上修 没有什么等到 等到我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小乘佛法大乘佛法同时修 在修大乘佛法的同时 实际上你已经在修小乘佛法了 明白了吗 哪有什么等到小乘佛法 修完再修大乘佛法 你想想看 你这个大乘佛法 你在同时修的时候 你小乘佛法也是守戒啊 就守戒律啊 你看看你就刚才讲出这么大一串的东西 不是一般的庙里讲得出来的 你看看看 你们现在修到境界很高的都是啊 很厉害的啊 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你们这些孩子 你们这些孩子要出来广度有缘啊 明白了吗 不能说等我修好了 我再来度人 那你已经下辈子了吧 你这辈子已经死了你 我可以告诉你 你要脱离六道 首先两点 你要脱离六道人 我这两天跟大家都在讲 你一个人淫欲 戒不掉的话 你一辈子就在六道里轮回 这是佛讲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如果这辈子 你没有邪淫 没有这种恶言恶语 你老老实实一辈子的话 你上天界 那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不修心 不懂究竟 圆满 智慧 这个 这个 般若 你很难超脱六道的 这是跟你们讲真话 明白了吗 我 明白了 不可能的 你知道到了天界 超脱六道的之后 这个基本上都是菩萨 都是菩萨 这些都是完全有智慧的人 才能上去的地方 你说你傻傻的一辈子 吃苦啊 受累啊 从来不害人啊 你说你这种人能成菩萨不了 不能 好了 没智慧啊 你修波的啊 你悟性没有啊 你不开悟的人 你怎么能到天上去啊 你真正这个庙里 一个老和尚 从小养到大 就是这么傻傻的 这么老老实实 你就是菩萨 要开智慧啊 菩萨是两个字 怎么讲啊 佛这个字 怎么解释中文啊 觉悟啊 觉悟就是佛啊 佛这个字 它本身是 是凡文译过来的 听得懂了不了 明白了 所以智慧是 智慧对于我们来说 是最重要的 对了 所以一定要看 师父的白话佛法 对了 全世界必须要看 每一个心灵法门的佛友 必须看 而且里面的能量 家住 住路 非常厉害 我只能这么讲了 现在人家厉害的 每天看 还有很多人 每天学白话佛法 我只能看